金华城案亲民在押被告 积压期限将至 如果还没征结 最晚24号检方就要提出延押的申请 但是北检丝毫没有暂停提讯 今天上午二度提了应小卫的助理吴顺明来问 甚至传出连阵署找到了柯文哲 藏虚拟货币的冷钱包 但是需要破解金钥密码来追出交易记录 戴着橘色口罩身穿蓝黑双色外套 应小卫助理吴顺明上午被提讯 他角色特殊 虽然是应小卫的助理 但领的却是威京集团的薪水 金华城案当中 吴顺明多次参与跟台北市政府的协调会议 简连除了想要比对他所知道的会议内容 也要问关键问题 如果想要延压 24号前检方就得提出申请 但目前为止简连尚未提出还在全力侦办 即使积压当中 发力情也要兼顾 柯文哲92岁老爸爸今年父亲节才因为骑脚踏车跌倒住院 柯文哲颇文要爸爸听话 现在又传出上礼拜五 柯文哲的爸爸心肌梗塞装支架 在加护病房发病危通知 柯文哲透过律师申请到台大医院探视爸爸 过程当中因为还在积压 有使用借据 进化成容积率案 检方一开始收押柯文哲时 用图例相关罪嫌 现在是否会更进一步用收贿罪起诉 外界关注持续延烧 记者刘思苏通林台北报道 刘思苏通林台北报道